大家好,这里是俗说宇宙,我是林某 又要打乱一下节奏 关注天文的同学应该都注意到了 前两天出来一个热点事件 又是关于黑洞的 先说下我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其实并不严谨 更准确的应该这么描述 发现一颗迄今为止 最大的横行级黑洞 质量远超目前理论上限 好了,还是先介绍下这次事件吧 我国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团队 通过我国自主研发的 锅手镜望远镜 发现了一颗银河系中的横行级黑洞 质量达到了70倍太阳质量 这次的发现对于天文学 算得上是一次重大发现 当然重点肯定不是在最大上 而是在于这个远超理论上限这个点上 不太了解的人可能觉得这没什么 上次公布的人类拍摄的第一张黑洞照片里的黑洞 不就达到了65亿倍太阳质量吗 这区区70倍咋就远超理论上限了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在很早有一期我们介绍黑洞种类的那期里 当时我们按照黑洞是否带电 是否旋转把黑洞分成了四类 其实黑洞也可以按照质量来分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大质量黑洞 一般位于星系的中心 比如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还有就是上次拍照的M87星系中心的黑洞 这类黑洞的质量量级至少要在10万倍太阳质量以上 其次呢就是中等质量黑洞 这类黑洞的质量一般在100倍到10万倍太阳质量之间 不过这类黑洞目前并没有发现几个 很罕见 所以人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对于小于10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就是小质量黑洞 也就是所谓的恒星级黑洞 它的来源就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坍缩形成的 不过100倍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界限 实际上远达不到 其实在目前的恒星演化模型下 3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级黑洞就已经算顶得天了 所以这次发现的有70倍太阳质量实在是没法解释 为什么这种恒星的坍缩形成的黑洞质量就很小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恒星的质量相对来说一般都很小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所有恒星中 最大质量也就300倍太阳质量 可能有人会问 盾牌座UY不是超级大吗 盾牌座UY它是一颗红超巨星 它只是体积很大 质量实际上并不大 其实还不到10倍太阳质量 目前已知的最大质量恒星 其实是R2136A1 不过这颗恒星并不在银河系中 而是在很远很远的一个 恒星聚集的星团中 所以这个300倍的计算结果 其实带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发现的超过10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都很少 也就20来克 这是第一个原因 恒星质量都很小 第二个原因 当恒星死亡以后 它的大部分物质其实都被吹开了 也就是最后能形成黑洞的物质 大概只能占到20% 所以根据现有的理论 要想形成一个像这次发现的这样 具有7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目前只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 原有的这颗恒星质量 要达到300倍太阳质量以上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宇宙中 发现这么大的恒星 更别说在银河系中了 而且这么大的恒星 根据现有的理论 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它不符合现有的动力学模型 即使原始星云中有这么多物质 那形成的往往也只是一些 小恒星组成的星团 而不是一颗超大的恒星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种可能 恒星如果不大的话 那要形成黑洞的物质 占比就要大于20% 而且要远大于 这就要求形成恒星的物质 必须足够纯粹 也就是元素要单一 但是根据对新发现的 这颗黑洞的研究推测 构成它的恒星的元素非常复杂 所以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 那还剩最后一种可能性 就是它会不会是两颗黑洞合并形成的 单就这种情况而言确实有可能 但是针对这次发现的具体情况 这种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 因为这颗黑洞的旁边还有一颗横行 它俩以一个非常接近圆形的轨道 在相互围绕着转 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是在诞生之初 就是这样存在的 而且还会长期稳定的存在 否则如果是外来加入的话 它们的轨道应该是椭圆形 当然这个椭圆形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也会变成圆形 但是结合实际情况 这个时间会非常长 甚至比宇宙年龄还要长 所以说这最后一种可能性 基本上也被毒死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这次发现 算得上是一次天文学的重大发现了吧 因为它和现有理论产生了冲突 但这其实是个好事 它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现有的理论 看是不是哪里还要修正 科学本来就不是代表着真理 它是一个不断自我怀疑并纠正的过程 这才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嘛 好了 关于这个新闻就聊这么多吧 我是林某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